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编亮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这一集我们首先要说一个事情 那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席阁下 在会见政协委员的同时 首次罕见的说出来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正在打压和遏制 我们因为大家要知道 因为公开场合一般都是讲一些国家 有的国家 但不会直接就说美国 但现在直接喊出来这个名字了 矛盾已经从台下直接走上台上了 摊子坐得上了 就是博弈全方位的干 你美国天天ChinaChinaChina 现在我们也给你搞American 给你搞American 我们也是要 这就是说全面的对抗 习近平罕见指明批 美国为首的西方 遏制打压他之下的中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周一在北京两会期前一次政协会上 罕见公开指明 谴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遏制围堵和打压他领导下的中国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 习近平在北京全国两会期间看望政协部分委员 并参加联组会时说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对我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 唯独打压 给我国带发展 带到前身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习近平还说 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 也就是在迅速变化 不确定和不预测的因素 大大增加 他还表示 在过去五年中 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障碍 有可能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 法新社3月7日报道说 这位69岁领导人 将在几天后寻求创进入 第三个中国关球议席连任 他是在中国议会年度会议上 对一个资讯委员会的成员讲话 习近平对西方 对中国的遏制和打压表示了遗憾 点名批评了美国 并呼吁私营部门进行更多创新 使中国减少对外国人的依赖 该报道说 北京的高科技雄心 正受到华盛顿及其盟友 越来越多的限制 促使中国公司加紧努力 以便不需要关键的进口 中国和美国正在进行一场 关于半导体制造的激烈斗争 这些电子元件 对于智能手机 互联网汽车和军事设备来说 是必不可少的 华盛顿在最近几个月 以国家安全的名义 增加了对中国芯片制造商的制裁 这些制造商正在受到阻碍 无法采购美国的技术 习近平表示 面对国际和中国的深刻复杂变化 我们应该保持冷静 集中经历积极积行动 展现团结 改为斗争 才能取得成功 他要求民营企业 必须主动出击 走高阶上发展之路 他指的是技术升级和研究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给大家介绍了习总的原话 这就是习总是首次的这样公开的 就直接点名就是美国 你可见这矛盾到达了什么的一种程度 那么有一些半殖民主义者和一些伪奴 他们说正是因为习近平跟美国去叫板 去牛逼才导致我们现在被美国打压 这完完全全是无稽之谈 中国被美国打压 从苏联冷战结束以后 中国就一直被美国打压 被美国找茬 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我们可以这样子讲 从中共建政开始 中国共产党诞生开始 就被美国打压 所以中共的国策是对美国全面战备 这是中国共中共的基本国策 就是对美国全面战备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等于对美国全面战备 就这么简单 因为他是要扼杀我们的 也是同样的 他们也是反华的 过去我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冷气吞声 当孙子 但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实力 我们为什么还要当孙子呢 我们过心尝胆的目的 是要把这个吴王给干掉 把吴国给灭掉 对吧 所以我们要明白 这个道理是什么意思 所以说现在习总就喊出来 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 在打压和遏制我们 我们一定要跟他敢于斗争 我们要团结起来 所以各位网友 习总他是有这样的认识 我们作为被他领导的中国公民 我们必须要始终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国家的 核心的领导集体的周围 始终团结在习总的周围 我们才能够最终抵御 并且战胜美帝国主义 否则的话 各位啊 我们如果说当伪奴 像台湾那样的 当伪奴 当支那建筑 最终 我们是会被他们瞧不起 我们被他们随意的牢利 所以说我们不能够这样子做 也许现在 像半导体这些东西 我们可能被他搞了 有点困难 但是 我们并最终会占着这个困难 这不是在说自我安慰的话 而是中国人 他的五千年延续下来至今 没有什么事可以难倒我们的 所以我们要有信心 我们要有信心 所以说 当共同国领导人公开这样子去讲的时候 就代表跟美国就是大家 没有任何的缓和的余地了 那就是给你顶上钱给你干 就给你打 就没办法 这是一场胜战 必须要打的 俄罗斯已经走出这一步了 对吧 北约也说了 俄罗斯也说了 有没有乌克兰战争 我们都不会好 就是长期敌对 就是这么一回事 中国也跟西方也一样 没有什么中美关系秘密切 大家就常常全面敌对 敌对下去 就这么简单 那么第一步 那就是要武统台湾 所以习近平是不得不武统的 你要明白 习近平他是不得不武统的 这个和内外形势都有关系的 就是不得不武统的 所以我们要时刻准备的 我们的思想上要做好准备 那么我们再来看 秦刚也讲了嘛 对吧 秦刚今天也表示 台湾问题处理不好 中美关系地动山摇 中国第十世界全国人大一时会议 其实在北京召开记者会 现任外交部长秦刚首都以外长身份出席 的那大记者会 发表中国外交政策重点 及对外关系的看法 关于中国外交工作重点 秦刚称 2023年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当前在国内新冠疫情情势好转 中外交往有序恢复时 中外交已经按下了加速键 吹响集结号 那么其他的我都是这个 先不说了 我们就说台湾这个议题 台湾问题怎么解决 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 任何外国无权干涉 秦刚说 对于两岸关系来说 我们都是一个家 名字叫中国 中国将尽最大努力实现 祖国和平统一 同时保留采取一些 必要措施的选项 他强调中国反分裂国家法 内部规定明确 出现违反该法情况 将依宪法行事 秦刚说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进行决心 是与美中关系 秦刚批美在台湾问题上 不算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而且弄不好就是什么 地动山摇 弄不好就是地动山摇 台湾国府所谓国防部长 邱国正六日暗示 台湾正在和美国磋商 将美军 目前在东亚的一些储备弹药等军备库存 存放到台湾 进行又传出台所谓总统 参与文四月会会晤 美国中央议长麦卡锡 与其再次引发中共反弹 也就是说把这个问题说的也很清楚了 外交部也说的很清楚了 台湾问题处理不好就是地动山摇 但从目前来看的话 美国他就是会处理不好台湾问题 那地动山摇的时刻就来了 现在的风 无论是从军方 外交部 还是从代表 整个中国社会的全国联大 的两会工作报告 政府这个层面 都是要军事斗争 马上要打仗 要进入这个准战争模式 马上要摁下 习近平要摁下战争舰 马上发动 武统 这个是接下来的 我们要等待的事情 而且是主流的这件事情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的这个外部的形势 外部的形势 我们其实也要了解 第一个 日本会在评估韩国回应后 决定是否解除出口管制措施 日本政府3月6日宣布 将启动面向解除 从19年延续至今的 对韩出口管制 加强措施的双面措商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 西村康念 3月7日称 日本会在评估韩国的回应后 再决定是否解除 对韩国出口晶片原材料的管制措施 那么 大家要知道 韩国他跪舔日本的这个姿势 有点难堪 这个和我们印象当中 在奥运会赛场上 韩国选手那种极强的自尊心 韩国民众那种极强烈的自尊心 好像是不成正比的吧 照道理韩国这么爱国 这么有极强的民族自豪感 和民族自信心 怎么对待日本 怎么能够如此的下作呢 怎么能如此的去舔他们 钉当中的那条缝 刚刚从马桶上 抬起来的那条缝 那当中还有一些疙瘩 这个是营养品 李希悦带领整个韩国人 对这个营养品 疯狂的损失 那疯狂损失的后果是什么 他们是一点都没有国格的 就是变成了像菲律宾一样了 就是没有历史记忆的 诶 鬼子当年那么屠杀我们 我们没有历史记忆的 只要鬼子给我们一点饭吃 我们就好 它是这样一种东西 所以说以后待会有任何的高丽棒子 南朝鲜笨棒 它在你面前展示它的优越感 你直接拿这个事情去说它 你们为什么向日本人下跪 日本当年对你们那么大出事 为什么向日本人下跪 那么这件事情 我拿出来讲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这个日本的回应 我说过了 向台巴子去舔日本的钉 向这个韩国人去舔日本的钉 鬼子只崇尚强者 鬼子瞧不起 跪舔他的东西 虽然你那边 展现了那样的 一种下跪姿态 但鬼子他就是喜欢摆谱 视情况而定 再给你取消 料理你 那台湾也一样啊 你林志玲 喜欢日本 崇高 要嫁给高贵的日本人 台湾人都不配 两岸三地人都不配 那林志玲被打的鼻子 夹铁都被打出来 原来那鼻子是假鼻子 被打的夹铁都打出来 打到夜里去了 那鬼子他心里很爽啊 你们两岸三地的支那人 你们都喜欢林志玲 我在这个地方 是对他进进进进进进进出出的 我就是你们的 比你们档次要高嘛 对吧 在钓鱼岛附近 台湾船只被日本海警 直接被日本军舰直接搞掉 在中国大陆身上 失去跟得不到的 在台湾的身上我也得到 北朝鲜天天天哪倒在吓我 我就料理你南朝鲜 你们都是朝鲜嘛 台湾也是 你们都是中国嘛 一个牛逼 一个 这个屌样 那我当然从他身上 从你这失去 我从他身上找回来 他就这种心态 但是我们也很悲哀啊 到现在他妈比起都还没有同意 韩国跟那个朝鲜民族也一个屌样 啊 是不是 那朝鲜民族那那势均力敌 那我们跟台湾是势均力敌吗 天天还搞那个老鼠会 没事的天天吃 天天吃原台面 搞到大陆来干什么 打就是了 直接就打 用哪个的话讲 就就他妈干就完了 干就完了 对吧 是不是 所以说这就是日本跟韩国这个屌样 那么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事情啊 那就是这个会不会制裁 法国面临瘫痪 30%的航班取消 跨界大罢工啊 抗议改革退休制度 法国多个行业的职员 3月7日罢工级示威 抗议政府改革退休制度的计划 包括将法定退休年龄 由现有的62岁改为64岁 多个行业的功能 包括列车司机 工业职员 天然气业职员 电力功能 教师 炼油厂职员 航空交通管制员 7日罢工级示威 大城市的巴士和地铁 列车 班次减少 航空交通管制员 罢工导致7日及8日 有多达30%的航班取消 卫报7日称 法国总工会 铁路功能分会 成员米肖 说计划是令法国线路停顿 他们的计划是让法国线路停顿 英国每个人限购三个番茄 吃披萨 吃白皮的 上面不刷 酱 番茄酱 这个德国呢 到处求中国 到处求人 尤其求中国 北西被炸了 屁都不敢放一个 法国呢 因为 俄乌战争 因为 透支未来 所以说呢 要把老百姓啊 这个退休往后延 少发点退休金 以这种方式 你觉得这个 欧洲三驾马车 英国法国德国 大家觉得它能够撑多久 那现在一个俄乌战争 让他们搞成这个屌样了 而且还在往上涨 情况还在恶化 那如果跟中国再闹起来 我说过 欧盟不会跟中国闹 冯德莱恩都出来讲话了 中国对乌克兰 没有供武器 留有余地 四月份 冯德莱恩跟米歇尔要来北京 要朝圣习近平 这个马克龙也要过来 对吧 这就说明了他们情况的艰难 再去跟中国得罪的话 那他们就会完蛋 就会完蛋 美国可能不会完蛋 但他们会完蛋 所以这就是目前的情势 所以说习近平今天他就有底气 直接说出美国的名字 对吧 就给你搞嘛 你的小弟都一个都不行了 日本韩国之间 表面上看上去好像合了 但面和心不和 我们也看到 这就是他们的戏俸 美日韩这个同盟 韩国是忠实的走狗 但日本并不是 这里面我们就可以做文章 好了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